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事件 夏威夷被认为是冲浪运动的发源地 世界各地的冲浪爱好者都梦想到夏威夷朝圣 现在已作由德国公司打造的 世界最大人造冲浪池就位于欧湖岛 让冲浪课不受海象影响 一年四季都能光顾 波浪一波接着一波 冲浪好手玩得好开心 瑞士夏威夷欧湖岛的人工冲浪池 游潭香山冲浪公园与德国公司合作 花了两年半时间打造出 世界最大的战力式冲浪池 宽30公尺 通过太阳能板和马达驱动来制造波浪 总体建造成本达4000万欧元 相当于新台币13亿 在这个项目的City Wave 已经十年工作了 然后建造了约15个安垃圾 我真的觉得这些不错 因为海洋是一场旅行的旅行 的旅行和旅行的旅行 我已经听到这些旅行 我认为这些旅行很酷 我认为这些旅行很酷 我自己也试试了自己的旅行 我认为这些旅行很惷 因为我喜欢旅行去海洋 去旅行的旅行 而不是旅行的旅行 相交于免费的德国Eis巴赫俱浪 澳湖岛人工冲浪池入场45分钟 需花费140美元 约台币4200元 由于冲浪已成为奥运项目 人工冲浪池或许可以 为选手的训练场地 提供另一种选择 不必再苦苦等浪 为了迎接复活节的到来 比利时一家饭店 举办了巧克力彩蛋展 彩蛋是由20名顶尖的 巧克力师傅发挥创意制作 并运用各种精湛的手艺 呈现出巧克力彩蛋的多样面貌 让人赞叹 繁复的雕刻加上金银珠宝的装饰 巨型的法备热风格彩蛋 让人很难相信是用巧克力做成的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阿米哥饭店 第一次会集了20名享誉国际的 比利时巧克力师傅 从三月底开始举办为期约十多天的 复活节巧克力彩蛋展览 从自然花卉到复活节岛的摩埃石像 各种以蛋型为基础的创作 吸引了民众的目光 屡获殊荣的巧克力师布隆戴尔 用了两天半的时间 以细致的手工巧妙做出了 双层的蛋中蛋 蛋上雕出镂空的世界地图 希望唤起民众对气候变迁的重视 出生英国的巧克力师安德森 则只耗费一天时间 使用约45公斤的巧克力 做出宝蓝色的法被热风格彩蛋 虽然运输过程惊险 但安德森表示 制作巧克力的困难之处 在于温度和湿度的控制 而蛋体结构则跟物理有关 展出的作品中有超过十件 为高度在50到60公分的巨型尺寸 在开幕制后作品会分散到饭店各处 供民众欣赏 艾菲尔铁塔是许多游客造访巴黎的必访景点 最近在艾菲尔铁塔旁边出现一尊迷尼版的铁塔 大小只有它的十分之一 看起来就像是小孩依偎着母亲一般 而且还会传出婴儿的哭声 这个小铁塔的创作者曼德龙当初就是希望 能打造婴儿版的艾菲尔铁塔 因此还设置了波音设备 每十分钟播放摇篮曲 曼德龙说自己一直梦想让巴黎铁塔有个小孩 因此萌生了这个创意 并将这个小塔命名为爱菲拉 爱菲拉由3900个大型铁片 以及9000个小型铁片组成 高32公尺 重23吨 和妈妈爱菲尔铁塔几乎长得一模一样 大小却只有爱菲尔铁塔的十分之一 不过如果站在不同角度欣赏 视觉上的错觉会以为两座铁塔大小相同 接下来爱菲拉还会寻回各地 让更多人能一睹迷尼版的爱菲尔铁塔 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河 出现了一个鲨鱼机器人 可以帮忙打扫水面 就像扫地机器人一样 每天能够清除的宝特瓶 多达两万两千七百个 还可以同步收集水值数据 伦敦泰晤士河水面上 一台机器四处穿梭 将宝特瓶和垃圾全部吸进肚子里 这款名为垃圾刷的鲨鱼机器人 以电池为动力 充电一次可以行驶五公里 并收集多达五百公斤的塑胶和其他污染物 鲨鱼机器人每天可以清理多达两万两千七百个宝特瓶 过程中不会产生碳排放 噪音或光害 对野生动物没有威胁 可以落过远端遥控 也可以全自动运作 就像家庭的扫地机器人一样 不同的是 它还可以收集水值数据 商与机器人的售价为两万英镑 或采用租赁方式 每月租金为一千英镑 生活的自信法则 培养气质与品味 生命的自然法则 选择舒适与美好 品味 质感生活 第八类 全世界的高压电塔外形大同小印 英国在1928年开始建造传统的格子电塔 近百年之后 最近大胆引进首作全新设计的T型电塔 突破传统电塔的框架 除了协助传输新能源 沿对环境更友善 电塔加起电缆 居从五远幅界的电网 让电力成为普及的能源 这款T型输电塔 是过去近一个世纪以来 英国国家电网首次变更输电塔的设计 将传统的铁塔式格状结构改成单柱式 左右悬挂两个零形绝缘架架架空电来 尺寸也比传统铁塔式电塔还要小 正用地面空间也较少 更拥有较小的电磁辐射范围 整体也只由十个部件组成 较传统电塔可以更快更方便安装 这款T型输电塔是从国际提案竞赛的 250多个设计中脱颖而出 由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 在2011年向全球招募新设计 目标减轻基础设施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决选出一家丹麦公司的作品 在经由国家电网多年研究及测试 最终付诸实践 简单的外形在视觉上不会像传统铁塔般突兀 更容易融入地景当中 T型电塔将串联57公里长的高压电网 为600万家复合企业传输新的低碳电力 帮助英国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 纽约国际车展最近登场 来自全球数十家车厂的新车亮相 其中全电动的车型备受关注 美国皮卡巨头RAM公司介绍 隆重推出史上第一款全电动皮卡 其卖点为每次充电续航里程 可以达到500英里 拖拽能力高达14000磅 韩国汽车公司奇亚则带来最新款 全电动最大车厢空间的SUV 纽约国际车展今年的世界汽车大奖 颁给了韩国现代IONIC 6 韩国现代汽车在今年夺得三项大奖 成为本年度的最大赢家 汽车销售业者纷纷表示 未来美国汽车市场的趋势 将是电动车和轻型卡车 纽约国际车展是北美地区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的汽车展会 将在4月7号到16号向公众开放 近期聊天机器人ChatGPT 在全世界掀起热潮 但包括马斯克在内的许多科技领袖 反对研发更高级的人工智慧 不过Google前CEO施密特则说 暂停AI的开发 只会让中共这个竞争对手 获得研发优势 带您看到科技界的讨论 近期特斯拉CEO马斯克 和上千名科技领袖和专家 签署联名信 呼吁停止研发 比GPT4更强大的人工智能 但却吸引了更多人 关注聊天机器人ChatGPT 对此前软件架构师 江国仁博士认为 AI的研发很难被遏制 这些所谓的大公司 真的会停下来吗 我怀疑 他们离这个真正的人的智慧 还有一大段距离 最简单的来说 他就不会动 要把这所有的这个智慧 加上这个行动 对这个环境的一些 感官的这个回馈 这些全部把它统一起来 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 他表示 ChatGPT虽然为人类 带来生活和工作方面的便利 但也存在先天缺陷 比如说一些简单的数学 他就不会 你不能怪他 因为这不是他的专长 他的研究是人类的语言 根据高盛集团的研究报告 ChatGPT等人工智能的出现 将影响全球三亿个全职工作岗位 一些比较routine的 比如说帮人家写介绍信 那这个现在就完全不需要人来帮忙 你告诉他我要写怎么样的介绍信 他就帮你写得好好的 其实他也只能够写比较片面的 可是你个人的特质 他并不认识你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描述得很好 对于人工智能的潜在隐患 美国总统拜登在周二科技顾问的会议上表示 有待观察 同时他也强调 科技公司有责任在推出产品前 确保他的安全性 美国航太总署NASA睽違五十多年 再度启动载人登月球任务 四月三号公布 四名太空人预计明年十一月 阿提米斯二号任务升空 其中包括首位女性 以及首位飞翼太空人加入 人类重返月球项目阿提米斯的首批四名太空人 本周一在休士顿太空中心 爱林顿基地正式亮相 他们包括三名美国太空人指挥官 飞行机驾驶员和任务专员 以及一名加拿大级任务专员 阿提米斯在去年12月完成了第一阶段 对猎户座太空飞行器无人飞行的测试 载人太空飞行是阿提米斯第二阶段的任务 载人太空任务为期近10天 重点检测猎户座飞行器的生命支持系统 测试它在支持人类生太空生活工作方面 所必须具备的功能和科技 同时这批太空人将取得三个方面的第一 人类月球项目太空人中的第一位女性 第一位飞白种人以及第一位加拿大人 载人太空任务的发射日期还没有公布 阿提米斯分多个阶段 它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人类在月球表面 进行科研的长期驻扎 为未来探索火星做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其开花 吸引不少民众想拍 俨然成为网红 这棵樱花树的名字叫矮胖 长得虽然矮小 根部一年四季 又都浸泡在波多马克河潮汐带来的咸水中 却凭着一侧树皮将养分输送到树枝上 这棵矮胖樱花树每年都开花 今年盛开的状况更甚以往 如果从低角度往上拍 树枝甚至大到能用樱花将远处的华盛顿纪念碑框起来 看起来就像一张风景明信片 美国加州洛杉矶有一间经营了100年的墨西哥餐厅 近日在欢庆餐厅的百年生日 一起去看看它的故事 El Cholo是洛杉矶的第一家墨西哥餐厅 这家连锁店的老板 90岁的罗恩·索尔茲伯里 是餐厅创办人的孙子 罗恩把生意留给了年轻一代 他35岁的儿子布伦登 现在是家族餐厅的首席财务官 这家餐厅是一个中兰之类的吗 是 这就是一个我们最兴趣的食物 其实是新的 我们有的盛顿红尾鱼 里面和鹽肉 特别是鱿鱼鱼 这真的很好 百年来 这家餐厅给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带来慰计 我在1969年设计的名字 他带我来来 他就說這是一個餐廳 我當時是一個困難的演員 我工作的家庭 他們是很好的人 我們愛他們 他們要照顧客人 他們要照顧客人 慶祝活動上 洛杉磯市把一處十字路口更名 來紀念餐廳的創始人 為了回饋社會 餐廳還發起兒童癌症研究的慈善活動 將收益捐給洛杉磯和城縣的兒童醫院 櫻花是日本春天的象徵 疫情以來 日本民眾首次可以摘下口罩 體驗櫻花季 不少遊客專程來到著名景點 大阪城公園 春遊賞櫻 步道 城牆 古橋 在櫻花的陪襯下 公園裡處處美景 有櫻花樹的地方 就有席地兒餐的春遊家庭 公園裡環繞著人們的歡聲笑語 西枝灣庭園是大阪城公園裡 觀賞櫻花和天守閣的最人氣地點 古老宏偉的城堡下櫻花樹粉嫩盛開 構成人間仙境般的絕美景觀 鮮花有水的陪襯才更加優美 滬城河邊的櫻花 不僅是遊客最佳的拍照對象 也吸引許多畫家前來寫聲 在日本防疫政策全面緩和的背景下 不僅國內遊客數量增加 海外遊客也大量回流 為了能在這裡享受愜意的野餐時光 入口處早早就排起了長龍 同樣排起長龍的還有天守閣入口 公園裡雲集海內外遊客 迎來旅遊旺季 許多遊客選擇在櫻花盛開的時節登頂天守閣 通常禁止的戶外燒烤也在今年櫻花季特別開放 選址在櫻花樹下的燒烤區 特別受到人們的歡迎 三月十三日 日本政府提出了口罩緩和設備 沒有了口罩的束縛 人們盡情享受櫻花的芬芳和春的氣息 今年的大阪比往年平均日期提前八天迎來櫻花滿開 預計大阪城賞櫻將持續到四月中上旬 尋找台灣古早味糖塔 曾經是早期台灣庶民百姓節慶中常見的祭品 有吉祥 喜氣 以及濃厚的香土色彩 不過隨著時代變遷 大部分已經被糕餅取代 帶您一起去了解消失中的傳統記憶 將白糖倒在鍋子裡面熬煮 還得拿著一根棒子不停地攪拌 直到糖完全成濃稠狀 再將糖漿灌入模子內 等到糖漿完全冷卻後 再拆下模型 這有百年歷史的貢品 糖塔就完成了 這可是不少四五年級生 童年最深刻的記憶 像結婚啊 或者是神明誕辰啊 或者是重大節慶啊 等等 他們都會用最高的誠意來做一個貢品 那最高的誠意呢 就是糖塔 那這個糖塔的話呢 你看到 它底層是下面是很穩 那慢慢地往上尖 也意味著步步高升 結婚的時候一定 價徵一定要一對這個糖塔 代表人家好家人 因為以前的糖很貴 很貴的話 能夠嫁妆 能夠有一組糖塔的話 那是覺得那夫家那邊會很有面子 糖塔的製作過程看似簡單 材料也只有糖跟水而已 但經驗才是決定成敗的關鍵 另外在製作糖塔時 必須將木頭模型依序組合 並緊緊捆綁起來 絲毫不得馬虎 拆模時也得小心翼翼 不然可能功虧一筷 剛開始的時候 學的時候呢 常常會燙到手 都燙到都起水泡 然後經驗值的時候就是 一回升二回熟 三次就滾瓜爛手 這樣常常地練習它 我們就不怕困難 就變成會有那個成就感出來 就把它學起來了 純手工製作的糖塔 師傅需身處高溫環境 加上現代人使用率低 越來越不受重視 謝秀英憂心表示 只要有人肯學 她很樂意將這項快失傳的傳統記憶撐傳下去 大千世界 陪您全家人 一起找知識 何家歡 找創意 我是以昕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